大家好,我是吳仔 這一節講的女明星被人性騷擾 現在都一把年多了,拿這些出來講的 有幾個,一個叫鍾衛冰 一個叫鄭文雅 還有一個叫周凱薇 周凱薇是別人說出來的 說他臨時演員都去抽他水 真的太漂亮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這個圈應該這樣說 各行各業,各處都有美女 但電視台美女是特別多的 我26歲入電視台工作 那幾年沒有白過 應該是24至30歲 真的沒有白過 看到太多美女 原來美女多得這麼厲害 還有很多是沒有出過度的 訓練班出來後面那些做女孩子 那些美女都這麼厲害 你真是在夜場 D場,K場,什麼場,密場 你都不會見到這麼多美女 基本上電視台就集合了所有美女 自認是美女,也選過一堆才簽約 以前厲害 一堆香港小姐二十個 華裔小姐二十個 還有訓練班那些 厲害厲害 說幾個都很漂亮 中衛兵年輕人都挺可愛 他樣子是 你不會覺得他會反抗那些女性 有多可愛 鄭文雅也是可愛 說到有些男人很過份 說到跟前港姐冠軍鄭文雅 因為去飯局而離巢 離巢無先 那年代 這個圈會不會很黑暗 沒辦法 因為走色才氣 都不是說什麼公司什麼公司 我覺得每間公司都一樣 就算你做文職 你的秘書漂亮一點 都隨時被人嗆嗆一下 你在這裡 哇 琴上去做些東西 別人都在下面裝你 美女也是吃虧的 原來中衛兵做了Youtuber Youtuber 有頻道 叫兵姐的花樣人生 有空可以去光顧一下 他入行44年 沒有做都算 44年前入行 應該這樣說 說什麼都是自身分享 說一下舊底的娛樂圈 其實不是很密 沒有我們這些新聞講得那麼密 只有幾條片 跟冠軍鄭文雅 他們兩個好朋友 兩個都曾經遭受性騷擾 我覺得 在這個年代 就算幾時都是 美女一定受過性騷擾 我認識阿希 有些人都發出一些搶圖 現在就是這樣 問問你什麼 以前看到 一些男人控制不了自己 他們真的太漂亮了 那同屆有什麼講者 原來中楚紅是同一屆的 不過我經常想中楚紅就是很漂亮的 那個樣子 陳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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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已經是那個年紀 說什麼 加入娛樂圈很久以前的事 當年在美國回香港選美 為什麼呢 原來他爸爸想他回香港 他媽媽去美國 當時他媽媽在搞移民手續 很多事情要處理 等他 他沒有朋友又不認識人 一天看電視 他在播香港小姐的廣告 播出主題曲 那些 反正沒有工作 不認識人 輸了怕什麼 參加了 報名 他沒有壓力 沒有人在這裡 怕什麼 那怎樣 他說 見到鄭文雅的時候很漂亮 諮詢爆棚 他覺得這個才是女神 在他心目中 我講回他們選美的經過 鄭文雅當年獲知名攝影師 提名 最美冠軍之稱 每個人都說自己最美 哦 他最美港者冠軍 朱玲玲也是攝影師提名 因為他們當年是模特兒 哦 叫鄭文雅去選美 不過鄭文雅什麼都不認識 於是 那個攝影師還借了蕭芳芳一條裙子 給他穿 於是鄭文雅穿著練儀態 鍾衛兵說 當時第一次見到鄭文雅 覺得他很有自信心 他說這些女生這麼突出這麼漂亮 原來他在利武台走出來的時候 已經想著我一定會贏 他說他那份信心是這樣的 中衛兵當年要和鄭文雅 有一樣的想法 要有這樣的自信 他說不定當年他不止得貴軍 那怎麼樣 兩個困了 不是的 他又不是同屆 他是貴軍 中衛兵 可能前幾屆那個 可能鄭文雅已經贏了 說回他們兩個 原來參加飯局被人性騷擾 是啊 發生了一件事 鄭文雅跟攝影師說 他說 鄭文雅其實性格不懂得處理這些事情 他說如果你這樣不如離開 你不要續約 是這樣的 他說有一個性騷擾飯局 當時亞視高層麥當雄 想找鄭文雅過檔 拍一部運動題材的劇集 鄭文雅剛剛合約完了 港姐第二天和大家宣布他在亞視拍劇 那時候亞視沒有我們認知亞視那麼洞 經常都是五五波 因為那時候天殘變 大地恩情 那時候是有得鬥的 現在後來後期是垃圾 現在我不懂得說 沒有話可說 基本上已經倒閉了 那時候是五五波 或者六四波 都可以兩個台走下 連斐姐曾智慧那些全部都過過亞視 林敏聰 何守信那些全部都過過亞視 盧德爾瑞 那些 講 鄭文雅 真的走了去亞視 TBB很生氣 然後將港姐的份量延期 後來變成一年半 是這樣的嗎? 他宣布 噢 變成一年半 拉長了不讓他離開 應該是之後的港姐全部不讓他離開 一年半那麼少? 很少 現在的起碼都幾年 鍾衛冰說 TVB因為這件事 沒有將1979年港姐相關影片上載在網上 這麼小器? 其實都是保障自己公司的權益 但放得上網 跟那時候亞視已經很多年了 鍾衛冰說 鄭文雅原來TVB生氣到那年的選美片 不讓上載網上 後來有看到 也有出現 可能因為當年的人都更換了 終於有段影片 放出來了 是呀 他更換了人 這麼多年 老闆也更換了 那怎樣性騷擾呢? 他們兩個 透露當年 飯局是怎樣發生的 一直都沒有說 因為當時 那些人都在生 他又不想提 他有一天寫自傳 就說出來 鍾衛冰說到眼淚淚 他說 當時 我聽到的感受很大 當年我跟TVB完約後都沒有重約 他馬上去了家和轉做幕後 之後人們問我為什麼 都沒有說過真正的原因 從來都沒有提過 Youtube那裡就大爆料 Youtube真的有多事情爆料 他說他一直 告訴別人 因為TVB不肯加薪 因為他們真的不肯加薪 但家和多幾千元 我就走了 他這樣跟別人說 但其實另一個原因 就是他跟鄭文雅 都經歷了差不多的事情 當然他覺得 他不說了 我也免得說 他不是說放過那些對我有性騷擾的人 但我不想說 如果那年鄭文雅有跟我說 我就可以跟他一樣 即是有一個人跟你擔當一下 心又會舒服些 他說因為這些事情 四十幾年過去了之後 那些事情仍然溺溺在目 是完全沒有忘記過 他這段話說出來的時候 應該是不要不開心 即是有陰影 有陰影 鍾衛冰說 如果女生被欺負 感覺很強烈 他希望這些事情 不要再發生在娛樂圈 根本上不可能 美女就是這樣 不再發生 他沒有人 除非這個世界 中了一萬個核彈 地球毀滅了就沒有了 一定有 動物都有 人 禽獸 所以有時候男人很過份 我們女人要團結 希望現在年輕人 就沒有像我們以前那麼怕事 什麼都不敢說 最後沒有說過長情 不能再說下去 情緒一度很激動 看她的樣子小時候 應該是很美女 人人得如 打她的豬肢 害怕害怕 另外有個美女 我剛才說要說 就是周凱薇 周凱薇被性騷擾 臨時演員也要騙她 她怕色狼 怕得連水也不敢喝 不敢去廁所 怕人衝進來看東西 原來這件事誰爆出來的呢 是肥媽和李家鼎爆出來的 他們做了一套叫做肥媽你頂 頂你媽媽 肥媽你頂的節目 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在說八十年代的時候 圈中一線女星 周凱薇不是九十年代初的嗎 其實會不會猜錯 她現在沒有開名 肥媽和頂爺 她說是一線女星 但不知道為什麼 那份報紙都寫是周凱薇 她說她顏直很出眾 長期被人性騷擾 拍劇的時候 臨時演員也要騙她 那些人太臨善 被淫賤的人搞的 會的 她們這些女生被人騙 飛禮的樣子 通常都是暗笨的 肥媽不可能 不拿這個例子出來 真是不可能 肥媽也說被外國拿屁股 那些人比較兇 妹姐那些應該沒有 但是妹姐那麼兇 那時候也說 有些江湖大哥說 要跟她打走 喝杯 給面子 其實不要說正不正 不是說正不正 是兇不兇的 你是大明星 我可以遮掩你的 我拿來威的 普通女人 梁家婦女都會被人這樣 何況是這些 嘩 我威的 覺得自己厲害了 所以這些圈 走色才氣當然了 我再說什麼事 她有一次拍劇 她說這個女星 現在說的應該是周凱薇 她說她被一個臨時演員 故意把身體黏住她 李家鼎說見到 這裡這樣寫 她這樣寫 納馬情緒爆發 將這位臨時演員 狠狠地痛扁了一頓 痛扁 是罵還是打 應該不是打 當時李家鼎問對方搞什麼 這個臨時演員直接說粗口 即是怎樣 說粗口又怎樣 那些人就猜這個女孩是誰 肥媽就猜 網民都知道原來是周凱薇 周凱薇當時 她的樣子又好像毛孤孤一樣 經常都懵懵的 很漂亮 說周凱薇年輕時的樣子很漂亮 也不需要質疑 李家鼎爆料 有一次周凱薇 她在錄像廳裡 哪裏是錄像廳 是什麼意思 你化回廣東話 你當作是氣棚 哦 攝影 對,氣棚 你當作是氣棚 她說她尿急也不敢去 她看得出 為什麼呢 因為她很怕 喝水多去廁所的時候 被人衝進來 她其實很慘 以前周凱薇那些 你以為她女一 其實有母助手 現在的明星有母助手 她們當時是窮人 窮人入行 拍兩三部有人認識 兩三部經歷一兩年 沒有助手這件事 那怎麼樣 沒有的 自己是一條女的 對你無手無腳的 沒有人幫你的 那就慘了 李家鼎其實也有正義感 他是有正義感的 他看到有什麼不對 就罵人 頂爺 他又喜歡教後輩的事情 又喜歡見到不平的出聲 這樣 其實周凱薇年輕的時候 受過很多騷擾 後來那些男朋友 其實黎明有沒有跟周凱薇一起過 以為是有的 不知道有沒有 是沒有的 呂良偉就跟她 好像冒水姻緣 以為結婚 誰知道沒有註冊 還是那邊不承認 在香港 美國還是哪裡 沒有註冊 簽了紙 但沒有法律效用 類似是這樣 周凱薇到現在還是單身 唉 真可憐 不要緊的 不過美女其實 沒什麼所謂 自己開心就可以了 做這行很多 桃花都是假桃花 不要緊的 我經常都說 有什麼所謂 你寧願自己一個人 還是一輩子 跟我不喜歡的人 在一起 不一定喜歡 他們這些 有自己的空間 周凱薇 我小時候也覺得她很漂亮 現在都差不多 我覺得她是 可以保持得到 非常好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拜拜